HELLO,大家好,我是Hidy,又來到五月了 又是時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四月最愛 如果你想知道我四月有什麼喜歡的 無論是食物,化妝,護膚或者其他類型的話 就要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我上載的春妝新品影片的話 就對這兩個不會陌生 它們就是CLINIC的小花胭脂系列 我最常用的是這顆,它的色號是Melon Pop 它的顏色是非常粉嫩的,淺粉橙色 上了臉上是非常有元氣,很精神 無論你是穿什麼衣服,化什麼妝 你想不到用什麼胭脂的話,這個選擇是沒有死的 其實它上面的顏色也蠻淡的 不過如果你想它再出色一點的話 只要多加幾層,它就會再顯色一點 雖然我最常用的是它 但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Peach Pop Peach Pop這個顏色 基本上在任何胭脂上放上去 這顏色都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那天你穿一些比較素色顏色的衣服 你放在淺色的胭脂上,效果是很漂亮的 比較有層次感,然後很分明,很可愛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問我CLINIC這個小花胭脂系列 哪個顏色我覺得一定要買的話 我覺得是Peach Pop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之後我想說一下化妝掃 其實也有不少人想叫我分享我正在用的化妝掃 哪些好用,我的化妝掃系列 這個也是我on the list會拍的影片 不過還沒拍,所以正在排隊 但今個月想跟大家分享這一套掃 超級低 它是$25人民幣,7支眼影掃 你沒有聽錯,是7支 基本上這7支眼影掃已經是無敵的了 如果你是平時只不過日常化妝 不是特別喜歡存在一些牌子的眼影掃的話 這7支已經很適合你了 它會有這些比較大的眼影掃 你可以用來做一個打底的淺色眼影 在眼窩上 有這些大小比較中等的眼影掃 你會看到平頭也有,斜角也有 這些眼影掃就非常適合用來塗眼尾位 雙眼皮位的主色系的眼影的時候用 最後它會有些比較小的眼影掃 例如這些扁頭的或者一些 pencil brush的 很適合一些重點的位置 或者眼尾眼線的位置用 你明白嗎? 這套這麼多功能的眼影掃 只需要$25人民幣 我可以介紹給你們 而且是我4月最愛的話 它的毛質是非常好的 它的毛質是非常滑 然後爪分能力是中上的 它不算是非常爪分 但是它不會一叉下去 眼影上就會變成全身 絕對不是 其實我不太清楚它是什麼毛 但是摸下去就不像是纖維 應該是動物毛來的 之後呢 彈性是ok的 但是有一個小小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毛比較鬆 所以如果你說一些比較小的眼影掃 你想用來畫眼線 我就覺得不適合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畫完眼線 然後用一些深啡色的眼影 分開眼線的話 它會做到的效果 所以絕對超值 然後來到炎不炎下日 其實你看到我拍片的這一刻 我的背部、額頭、下巴全部都是汗 因為拍片是不可以開冷氣 然後之後很熱 還有我前面其實是有打燈的 所以我現在是被強光照著 是超熱 其實在這些這麼辛苦的天氣 我的護膚品都開始轉用一些 較明顯的東西 例如是精華或者是一個Toner 其實這個Toner 都算是半精華的 我覺得 這款B5 Gel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其實就在萬寧 都可以買的 我想牌子應該是讀B shell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輕聲的精華 基本上我一滴 我沒有快鏡的 它就直接流了 還滴在我的手上 雖然我自己對它的成份 有一點點不滿 就是它最大 最主要的成份是水 但其實它去到第二大的成份 已經是保濕成份 Sodium Hyaluronate 不懂 對,打回它 我會在趁萬寧 通常特價 有時會是脫胃價 大減價 那些 會是190元有這個 30ml 我覺得也值得買的 但如果你說它正價大約三百多元 我覺得它真的不值 如果我不用它 或者它很貴的時候 不捨得買 我就有一個便宜一點點的選擇 這個就是我在韓國買的 戰利品 它的牌子叫Clairs 是Supply Preparation Basal Toner 我覺得它的成份 跟這個差不多 但這麼大一支 也是港幣 120元左右 在香港 我知道Wish 應該有這個牌子買 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說這麼細 30ml 和這支 180ml 就算它是200多元 我都覺得它是值的 雖然是一個Toner 但其實它滴出來 是比Toner 沒有那麼流質的 它是有稠一點的Toner 和這個精華的質感是有點像的 大家都看到 其實它在我的手上 都很快地流了下來 但其實你塗上去 它是會有 比起平時Toner的水狀 會有厚一點的感覺 但它也是輕身的 而且它有一股很清新的草拌香味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所以 有時候 譬如你是中性 或者是混合性 少少偏乾 你在夏天的時候 真的不需要用到很厚身的精華 特別是日間的時候 我覺得你也可以用一些 比較精華性的Toner 去代替了Toner加精華這個步驟 就可以了 我每一次的每月最愛都會和大家分享一樣食物 今次都會的 不過就不是即食類或者零食類 我今次就想分享一個煮食的葉醬 這個簡直就是地獄廚神的救星 我自己是一個煮食不算很聰明 但又未至於只會煮公仔麵的人 平日最方便當然是買一些肉回來 然後買一個很好吃的葉醬 然後就煮了一些肉來吃 那就完美了 對不對 這個葉醬大家認住它 其實這兩支是有少少不同的 這個名字就是豬骨葉汁 然後這個就是牛骨汁 雖然是這樣有少少不同 但其實我覺得味道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們是沒有豬肉和沒有牛肉的成分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我不吃牛肉 可以用這支牛骨汁 他們是很經常的韓國甜甜的醬汁味 非常簡單 你只不過倒進一些豬肉和牛肉和雞翼和雞扒裡 煎了它 然後煎了它 就已經非常非常好吃 除了這個這麼簡單的煮法之外 其實我自己就有跟上網的食譜 去燜一些豬軟骨也是很好吃的 我在這裡簡單跟大家分享 首先豬軟骨你把它飛到水 然後煎一下 加一些薯仔煎一下 然後倒在一起 加這個醬汁 加一個雪梨去磨成蓉 然後不斷炆它 就完成了 超好吃 連我爸爸是一個很嚴尖的人 我無論煮什麼他都覺得是OK的人 他都覺得這個菜是好吃的 所以這件事基本上是地獄廚神救星 非常非常推介大家去試 然後今個月還想推介一件事給大家 就是一齣台劇 這齣台劇就叫做 動物系戀人 是不是很奇怪 我一開始也是覺得很奇怪 而且主角是大家都認識的 TWINS裡面的阿嬌 然後就是賀君祥 我不知道如果你看我這個影片的人 年齡層是去到哪裡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80或90年的人 應該對賀君祥是認識的 他是以前拍《惡魔在身邊》 那個年代很Hit的一個男明星 很需要啊 很需要你的笑容 然後我覺得他很好看的地方 就是非常寫實去說這個愛情 他說阿嬌是一個中女年紀30歲 就是我 他很想結婚 結婚後發現婚姻跟他想像中不同 然後很快就離婚了 然後事情發展經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自己去看 那怎樣可以令自己很輕鬆地去看一齣台劇呢 我今個月就買了最新出的這個iPad 我是買了一個金色 其實它雖然說金色 但其實它是一個玫瑰金的顏色 我終於完完全全地用了Apple的產品了 無論是iMac、iPhone、iPad 這樣用是方便的 因為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在一起 還有 系統是比較一致一點 我覺得是比較好用的 我現在這部iPad還是非常新 所以我還在淘寶那裡塗了那些套 還有螢幕貼 都還未到 所以我是不敢把它拿出街 我好怕這麼快就已經跌爛了螢幕了 不過這次這部iPad真的很便宜 我覺得它這次的定價應該是跌了 其實我不知道以前是多少錢 但是它比我想像中便宜很多 你想想一部iPhone要一萬元 但是這部iPad32GB只需要2500元左右 我覺得其實以這個性價比來說 還要它的螢幕大那麼多 我覺得其實它挺划算的 所以我就 無緣無故就買一部iPad回來了 好了 那我這個四月最愛就分享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隻新影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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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